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廣告法国世界报网站今天的报道关键词分别有 玻利维亚政治风波 香港选举 英国脱欧进程 气候变化 特朗普唐河案 法国2020 年事证选举 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杀害问题 在头版关注了法国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与杀害的触目精心的统计数字和问题家庭当中儿童的成长心路历程 11月25日是联合国发起的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报 历日 世界报在今天的报道中对法国每年超过100名女性死于男性半 旅或男性前任半旅犯下的暴力的问题做了关注 并引述多名社会学家 的分析认为 法国社会对杀害女性这个词汇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 被 现在法语当中使用的杀人一词是由人或者男人于杀 害这两个词结合而成的 因为男人这个词在普遍情况下也可以 犯指人 但由于针对女性的暴力更加特殊 受害者群体往往遭受的不仅是暴力而且还有性别歧视和性别打压 因此出现了有女人和杀害两个词组成的杀女这个词汇 杀女这个词在意大利 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国家长久以来就被广泛使用在日常用语当中 在法国 人们听到的几率还是比较小 这种集体的相对沉默反而言 盖拉犯罪与受害 权威的法语词典小罗伯特在2014年5月才把 杀害女性译词收纳进入列表 直到2015年才刊发带有杀害女 性译词的新版词典 而真正让法国公众和舆论觉醒的是201 7年的爆发的阿列克下 达瓦尔案件 案中29岁的达瓦尔被他的账 夫所杀害 手段极其残忍 被人发现的时候 达瓦尔的尸体已经被烧 交在上沙龙省的一片树林里 而他的丈夫在公述罪行当中 对达瓦尔的性格极尽负面渲染 似乎死者性格不温和 就能成为他被杀害的理 由 世界报引述前记者 现如今成为政府负责女性事业管理部门顾问 的古利勇的回忆称 当时 达瓦尔的丈夫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渲染了 很多有关达瓦尔生前性格强势 咄咄逼人的色彩 来为其杀人罪行进 航开拓 而很多媒体当时直接在标题上采用这名律师的说法 完全美 有考虑到他们是在对一名死于伴侣暴力的受害人品头论组 负责男 女平等事务的国务秘书西亚帕表示 杀害女性绝不可以被原谅 或者被正常化 停止杀女的报道也广泛在其他法国媒体网站上出 现 在国际版面 世界报与法新社合作发布了有关香港区议会选举 选出18个区的452名议员的新闻 文章关注了本次选举的高投票 绿 并指出 香港民主派运动人士希望通过本次选举 把本次投票转 化成一种挑战北京支持下的地区政府的信号 就往常而言 亲北京派 的不同参选者占据主要地位 对如何处理城市垃圾或者如何改造城市 化进城这种问题 针锋相对 引发的民间热情并不高 但这次选举完全不同 民主派希望借助本次选举来发生 但世界报与法新社认为 本次选举的结果预计还是亲北京派战具数量优势 当然 民主派的议席预计也是会有所增长的 这也是六个月以来的高强度警民对治以来的 一次社会秩序的喘息 费加罗报网站方面 香港特派记者撰文关注了 如《湾仔起步》等初创党派 并强调 这是香港首次出现民主派全方 为竞逐452个议席的情况 他们决心通过选举发出对林郑月娥以及其身后的中央政府坚持不让步的不满 决心将本次投票变成反政府的民意公投 《解放报》与法新社合作发布的香港报道中指出 香港区议会选举是最接近直选的选举 本次选举有着强烈的民意对林郑月娥 政府态度的表述色彩 《解放报》引述了一名今年19岁 人生中第一次投票的学生的话说 我希望这次选举能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关注 无论结果如何 都希望为示威者贡献一份支持 经济类报刊回声 报在其网站上回顾了香港区议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与任命的过程区别 表示虽然区议员无立法权 职责只涉及民众日常生活 但由于民众一 人物一票 更能接地气地传达民意 而在风波期间更加受到关注 很可能象征性地为民主派赢得一场胜利 由于目前民主派一席只有2% 剩下全部是亲北京派 亲北京派不太可能失去这一优势 尤其 长期以来通过良好的社区设施与服务 拉近与民众关系 民众对齐 好感度是建立在慢慢积累的劳口基础上 不容小觑 因此即是民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